大家好,我是土豆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内容 据外媒报道 近日美国康涅尼格州义法院审判了一对老年夫妻离婚案 这对夫妻为什么会离婚呢? 是这样的 男方因为不想和女方说话 就装作聋哑人,装了60多年 直到女方意外的发现了男方在KTV唱歌的视频 才知道男方是装作聋哑人的 对此双方都有话要说 首先我们来看看女方是怎样说的 女方得知证验后表示 无法承受一个男的骗了她60多年 执意要与男方结婚 并要求男方赔付竞争准资费 以半家产以及赛养费 女方表示在与男方结婚的60多年里 一直以为男方是农亚人 为此女方还专门花了两年的时间拒绝手语 想用手语和男方沟通 但还是无法与男方进行沟通 男方是这样说的 我是一个话少的人 而女方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如果我不装作农亚人的话 我们60多年前就离婚了 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家庭 据悉啊 两个人抚养了6个孩子 和13个孙子孙女 因为男方从来没有在家里说过一句话 所以说家里没有任何人怀疑男方是装的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一个新闻 西班牙裔女子为了不想和路人说话 装瞎子装了28年 女子是这样说的 因为自己不慎常社交 在路上遇到熟人的话 还要挺进来说话 感觉这样会很累 装瞎子的话能省去不少社交的麻烦 让我们来讲第二件事情 3月21日 在滬山高速南京段 衡量公安检查站 民警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行驶异常 便对车辆进行检查 发现车里装有62头猪载 据驾驶员李某交代 他是帮货主吴某运输生猪的 从江苏南通进了货 准备运回湖南老家的 没有任何手续证件 随后民警通知了卫生防疫部门 将这些驻载交由卫生防疫部门处理 目前驾驶员李某在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 想提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待会会用这个白板进行辅助 然后这里先提前说一下 因为以下内容可能会对食欲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吃饭和吃东西的同学先提一下准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脑洞 我们这里先画一辆轿车的横截面 这一部分是发动机 我们写上发动两个字 后面两格是后备箱和乘坐区 根据上面的信息得知 车里有一位司机 加上60多猪载 我们先将司机的驾驶位画出来 接着在其他地方画上小猪载 简单大概的画一画 好了我们这里画完了 将猪运回湖南 我觉得在这段路程上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 那就是小猪载拉死 我们平均一下好吧 就是在这段路程上 六刹头猪平均 每一坨猪拉了一坨死 从上面的图片得知 这些小猪是没有固定装置的 再加上有些路段急行不平稳 它们上下左右移动的时候 会把脚里的屎也带着一起移动 假设这些小猪把屎挪得非常均匀 这里我们写第一条件就是 屎磨得很均匀 第二条件就是 我们假设司机肯定知道 他的这种行为是违规和违法的 那么他不能让别人知道对吧 我们假设的第二条件就是 司机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 那么问题来了 在一和二的前提下 整个车子是封闭的 然后里面大概有一种浓郁的味道 司机能忍受这种味道吗 如果能他是怎么忍受的 在网上看到过很多的查酒驾视频 所以说也见过很多喝酒的司机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喝酒 找出了很多奇怪的理由 也做出了很多奇葩的行为 所以今天要讲的第三件事 也是跟酒驾有关的 事情发生在3月18日 河北固城县 一名司机因涉嫌酒驾被查 最终看到警察结果 司机承认自己喝酒了 民警队司机处以罚款1000元 即12分 并占购价值证6个月的处罚 今天的内容就全部讲完了 今天的话只讲了